我该怎么告诉你 他躲在你的海灾 已经给家庭了 优彦 家衣 匆匆数月过去 我们约定之事 即将到期 剑豹请择日前来上海 舒函 小姐 您的咖啡 谢谢 对了 小翠 你认识刚生孩子的女人吗 对了 小姐 上个月底我回家 我堂姐阿俄家的儿子刚满月 小姐 你问这个干嘛呀 如果有机会 你堂姐愿意到南京来当奶妈吗 那太好了 阿俄家球刚好想找个奶妈的活呢 小姐能帮她介绍啊 让她来我们家吧 可 可咱家又没孩子 现在没有 兴许过两天就有了 你好 是新护报吗 我想找你们的一位记者 叫高丽博 什么 已经辞职了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上个星期 谢谢 好啊 让她帮我办理退骨的事情 总是找借口 现在一生不响就辞职了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不行 我要去找她 好你个高丽博 我 原来你一直在护怒我 在骗我 在骗我 来 下一个 来 下一个啊 好 来 拿好票啊 来 拿好票啊 来 这个 这不是八方雅集的谢老板吗 你是 谢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八方雅集我是专门采访过的 我是记者高丽博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我想起来了 高先生 好久不见啊 谢老板从哪儿来啊 南基 不用叫我谢老板 我现在已经不试了 怪不得 我去过八方雅集都没见到你 好好的为什么不做了 说来话长 谢老板你看啊 这么大个地方 相逢就是有缘 能不能请你喝杯咖啡 坐了很久的车 我累了 这样吧高先生 如果下次再遇到你呢 我一定请你喝 好 谢谢 是给谢嘉英小姐 采访结束后 我等会拜访那么多次 都没有再见到 您请 给 谢谢啊 谢谢 谢老板 来 高先生 不好意思啊高先生 打扰您了 谢谢 是我打扰了 我要谢谢他 因为是他 让我有机会 和谢女士聊一聊 照你这么说 我也应该谢谢他 哦 刚才和高先生这么一聊 我非常惊讶 你对现代艺术 竟然有这么独到的见解 跟您聊天 受益的人是我 哪里 哪里 不过我有一个见解 不知道谢女士 是不是认她 现在国内 对艺术的见解 太老了 他们不肯用一个新的死 个新的角度去看问题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下 西洋派画家 不会走 我太同意你的看法了 不过毕竟能这么想的人不多 难得高先生可以这样想 而且又认识这么多人 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 替这些不得知的 西洋派画家 说说话呢 这种事情 其实一两个人说是没有的 对了 下个月有个画家 南北连展 国内有很多一流的大师 都会出席 他们会送我请柬 如果谢女士有机会 或者说有空的话 可以跟我一起去 到时候我们为西洋派画家 振臂一呼 太好了 不过这次我在上海留不长 你稍等一下 嗯 这个是我在南京的地址 如果方便的话 可不可以请你把请帖 寄到这个地方 当然 来 来 那首先 祝福那些西洋派画家 还有就是 要谢谢这些礼盒 这个人到底去了哪里 夫人 您怎么啦 没什么 夫人 有人来了 夫人 你怎么来了 夫人 夫人 大少爷 让我回来伺候你 我不用你伺候 这个书人想什么呢 这是大少爷给您的信 娘 经过这半年多 娘对儿子的怒气 应该消解些了吧 再过两个月就是娘的寿担 儿子决定 届时带着七小 一会儿回家给娘败寿 也希望到时 能见到二弟 舒寒一家 娘 终于盼到你们回来了 娘终于盼到你们回来了 娘终于盼到你们回来了 老板娘 快点儿 来了 哎 您的 谢谢啊 八万钱 素云是个好妻子 她的家庭本是圆满的 但现在 我就要带走她肚子里 为出事的孩子了 老板娘 再给我一张饼呗 好嘞好嘞 来了啊 这个三万钱 哎呀 你怎么回事啊你 这个饼这么油又这么烫 好嘞 你烫着我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真烫着了吗 是烫着了呀 你这个饼我不收钱了 行吗 当然不能收我钱了 你还得赔我呢 这赔多少钱啊 反正得赔我 你今天要不赔我 我就是告你伤害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 行了 干嘛呀你 人家就医孕妇 我看也没把你烫成什么样 闹什么闹啊 放屁 没烫着你 当然无所谓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 你今天要不陪我 去警察局 走 我给你赔罪 不行 求求你 别让我去警察局 走 必须去 我给你赔罪 走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对不起 走 放开 太过分了 够不够 这么多 这还差不多 走 你看这个人呢 你把钱都给他 今天就白做了 都怪我没出息 你挺着个大肚子还要转肩 委屈你了 没有 是我自己 我太笨了 爸爸 妈妈 没事儿 宝贝 妈妈不是没事儿吗 嗯 看看吧 看看我们这过的叫什么日子 没事儿 做生意都这样 碰到个不讲理的人 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事儿啊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饿了吧 爸爸呢 你爸呀 到西边写生去了 妈呢 这就给你做饭去啊 妈 你怎么了 妈没事儿 姐姐 妈跟你说 你现在 赶紧去西边找你爸来 啊 然后再去老咕噜我爷那儿 让老咕噜爷爷去情产波 妈 妈没事儿 快去 快好了 你再施点劲儿 来 来 快 你再施点劲儿 施点劲儿 来 快 打盆水去 打盆水 水 对对对 打盆水 来 施点劲儿 来 施劲儿了 停住 颤泡 来 来 来来来 热水热水 恭喜啊 恭喜 是个小子 抱一抱抱一抱 这宝宝 你看呐 宝宝 宝宝 我孩子已经生了 嘉一年已经到了 我该怎么跟孙明说 停了 我该怎么办 可爱吗 今天啊 你学堂上了这么久了 不如你给弟弟取个名字吧 妈 您真要让我帮弟弟取名啊 你给弟弟取个小名 大名呢 让爸爸给弟弟取好不好呀 嗯 妈 我希望弟弟身体健健康康 那咱们叫他小剑好不好 好啊 小剑 小剑 睡着了 小剑啊 姐姐给你取了个名字叫小剑 你喜不喜欢啊 爸 刚才爸爸没抱弟弟就跑了出去 现在天都黑了 爸还不回来 是不是爸不喜欢弟弟啊 怎么会呢 爸爸呀是想出去散散心 一会儿就回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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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快过来看看儿子 嗯 过来 弹头 冷了 你怎么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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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呢 我跟他说好了 跟谁说好了 说好什么了 当时 肯定被人绑架了 既需要钱 我记得没办法 你怎么好端端的 抓到婷婷身上了 这关婷婷什么事啊 九婷婷的钱不是大哥给的吗 我和大哥很久没联系了 他连你又怀孕了都不知道 那钱不是大哥给的 是谁给的 一个好心的女人 就是她拿出钱来 但是她说 你肚子里的孩子 一生下来 就得送去给她收养 你说什么 你刚才是说 你把我们的孩子 万一给了别人 她是你的亲生孩子 为什么 妈妈 爸爸 你不能把小姐送人 小姐好可怜 连爸爸妈妈都还不认识 她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怎么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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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说呀 小姐 小姐 快起来 妈 你别动 我起来 起来 亲人说话 妈妈 你把我送给别人没关系 我认得回家的路 我 mellan차�纶 ��护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真的已经都为这部天定的 男孩子的父母是要放天打雷屁的 求你 求你别这么做 我求你 我求你了 宋云 你们娘三好好的 把两个孩子带到 我这就跟他们说 这孩子咱不送了 出什么事 我去落落地宅 你不能去 父母 宋云 宋云 快去吧 起来 起来宋云 不能去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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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做什么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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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得带我去见见那个女人 我要确定 那却不是真的会疼我的儿子 答应我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答应我 答应我 那神 你为什么要传对我们一家人 什么 素云要见我 可是舒寒啊 生母跟收养人之间 还是不宜见面的 你免日和会纠缠不清啊 我知道 佳颖 我真的没脸再说下去了 我现在 连做男人的最后一点尊严都没了 我 我只求能保住 当时对你的承诺 求你了 去见一下素云 好 我答应你 我是没了心还是没了根啊 怎么能答应舒寒和孩子送人呢 再好的人家 也比不上自个儿的亲蝶羊啊 妈 咱们借钱去还给那个人 就可以留下小剑啊 啊 啊 婷婷 怎么可以跟谁去借钱呢 谁用那么多钱能借给咱们呀 要是你大伯父还在伤害就好了 可是奶奶在啊 你刚说什么 奶奶 哎呀 婷婷 真是太聪明了 奶奶这么想抱孙子 她肯定会帮咱们的 这样 你帮妈妈看着小剑 妈妈去找奶奶 好 你在上海吗 我想跟你打听个事情 什么 上海青帮 根本没有投资金矿的事情 弄挖金矿呢 也没有这回事 没什么 我只是听别人说起 随便问问而已 麻烦你了 这王八蛋 居然敢骗我 居然敢骗我 娘 你来干什么 谁让你进来的 我不要看到你 我一看到你 我就有倒霉的事情 张管家 张管家 娘 我是来您报个喜的 报喜 念太师去哄她走 娘 自打遇上这个丧门星 扫把星 我们堂家没有一天好日子 过到大霉了 念她出去哄她走 娘 您还没听我说什么呢 哄她出去 娘 我不听我不听 哄她出去 娘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你有孙子了 有孙子了娘 哄她出去 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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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走吧 夫人正生气的 赶日再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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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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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你听我说 你有孙子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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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不肯理你 你不肯听我说话 小剑怎么办呀 小剑乖 小剑乖 奶奶就来了 奶奶啊 绝不会让爸爸把你送走的 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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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 春花仪 您回来了 回来了 我供握着你妈该生了 我妈生了个弟弟 真的 来 快让我瞧瞧 好漂亮的孩子 你妈呢 我爸爸要把弟弟送人 妈去找奶奶了 什么 糟了 我爸爸带人来抱弟弟了 快 我们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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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头先等一下 我先进去跟苏云打声招呼 苏云 苏云 不开始打托吧 挺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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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你肯定 你肯定 ゆ待 你看 你 你 蘇芸 蘇芸 舒函 到底怎麼了 醉和小剑突然不見了 連婷也不在 壞了 舒函曾經跟我說過 說我要是把她逼急了 她就帶著孩子去死 舒函 舒函 蘇芸啊 妳怎麼坐在這裏啊 臉色這麼難看 妳是不是生病了 來 我扶妳起來 來 怎麼了 我沒生病 真的沒事 我只是 剛剛生完孩子 我給舒函添了一個兒子 妳給舒函生了一個兒子 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我來跟娘說 不知道娘在發什麼脾氣 她就是不肯聽我說話 蘇芸啊 妳今天來的真是不巧 夫人最近啊情緒特別糟糕 見誰罵誰 妳又不是第一次被她罵 那天趁她心情好的時候 妳乾脆把兒子抱過來 那夫人就高興了 那就來不及了 怎麼來不及了 沒事 舅小姨 我孩子還在家裏呢 我要回去看著她 妳身子那麼虛弱 怎麼行啊 我陪妳回去 順便可以看看二少爺 來 行不行啊 小心點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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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地回来 只要他们能回来 我一定会带走孩子 我不让他们全家团聚的 老天爷 我求求你 唐春桓 春花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到 还好我回来了 不然小剑 早就让你这个 没有良心的爸爸给卖了 把小剑给我 滚一边去 你给我 现在想起小剑来了 我当是谁要埋走小剑呢 原来是你这个女人 我说呢 你怎么之前 对我们家苏云那么好啊 原来你咋从一开始 就没安好心呢 真是够阴险 够恶毒的 真是可怜我们家苏云 还把你当做什么大善人 真没想到 你当着苏云的面一样 背着苏云 又是另外一个一样 别胡说 你冤枉家苏云 家苏云 呸 你叫得真够热乎的 怎么了 我冤枉他 你心疼了 二叔 你怎么不心疼心疼苏云呢 哦 难来你们俩 不是合起火来 欺负苏云的是吧 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真是个复兴汉 你没良心 你不是男人 你没资格评论我 这是我的家事 把小姐给我 端开 给我 你休想 你休想把孩子给那个女人 我说 你是什么东西啊 爸爸 想要孩子 你不会自己生啊 想生孩子 你不会找个男人嫁来才生啊 干吗要来拆散别人的家庭啊 哼 你怎么可以不分青红造白 你就骂人呐 我骂你怎么了 只有岁云那种傻瓜 才能当你是好人 蠢话 这 我看呐 你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家 能想出这种妖螺子 芭成是看着孩子他爹的吧 别胡说 我胡说什么 你瞧瞧他那双狐媚眼 什么还舒寒的才啊 我呸 明明是勾引你扯的幌子罢了 你心里头盘算着什么 我清楚得很 不就像趁人之威 抢人孩子 夺人丈夫 珈艳 об 珈艺 不觉得你占公愤吗 珈艺 爸爸 你别走 敌敌 你爸爸呀 他就喜欢追人家 哦 哦 小剑不哭啊 不哭啊 等女出发已在 谁都不能把你抢走 哦 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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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 她不是故意的 你别往心里去 求求你 我不想再说这事了 走 别走啊 嘉一 嘉一 师父 停一下 苏云啊 我不送你了 你先回去吧 师父 明得礼 求嘉仪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嘉一 嘉 志远 哇 这个人长得好像之缘啊 太香了 妈 苏云 妈 你小心点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到 我供摸着你该生了 特地赶回来的 妈 你小心点 没事 苏云啊 你看上去怎么那么憔悴啊 快坐下歇一会儿吧 好玩吧 睡着了 真没想到 我一回来 你们家就发生那么大的事 妈 您见着奶奶了吗 见着了 没事 嗯 苏云 你放心吧 小剑她现在安全了 那个谢嘉一已经被我给骂走了 我想她是没有脸再回来抢孩子了 你说什么 谢嘉一来过这儿 是爸爸带她来的 苏云 你还不知道啊 哎呦 真是傻 你都不知道 舒寒把小剑卖给了谢嘉一 什么时候你自己被卖了 我估计你也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什么呀 什么谁卖给谁 你给我说清楚啊 妈 原来当初借给爸爸一千五百块钱的人 是谢老板 谢老板 这不可能 当时我男人都跟我说清楚了 那一千五百块是跟别人借的 而且当时还跟我说 要是借不出来 还不起这个钱 他还得坐牢呢 不可能是谢嘉一 算了吧 还坐什么牢啊 苏云啊 不是我说你啊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男人都快跟人家跑了 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那个谢嘉一 他根本就没爱好心 他打从一开始就设好了圈套 先抢走你的孩子 再抢走你的男人 春花姨 可是谢老板一直对我们家都很好 我妈还说 要我长大了以后学他呢 听听 你和你妈呀 都是上了那个女人的当了 还当谢嘉一是什么好人 根本就不是 他这完全就是趁人之威 更加气人的是 就连舒寒都伤了他的沟了 那个谢嘉一是可恶 可是你们家舒寒 更可恶 我男人怎么可恶了 他 他只是一时糊涂 就怕他是装糊涂 咱们实话实说 人家谢嘉一 有钱 有势 长得还漂亮 你要真说舒寒对他动心吧 也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要不你想啊 这天底下哪有一个做父亲的 会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一个外人呢 我看他就是乐的把这个孩子送给那个女人 将来他们才好有什么牵扯 还有刚才 那个谢嘉一被我给骂走了 那个舒寒哦 马上就跟出去了 说不定 他俩现在 就在湖边的那个公园约会呢 约会 湖边的公园 你这干嘛去啊 妈 我当然找他们说清楚了 你帮我看着孩子 哦 妈 妈 妈 你别走啊 春花兽都没走 他看透了我 轻轻地 我是一个两面人 我心里面一直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知道吗 舒和 我偷偷地为了自己几千次 我收养小剑 真的只是单纯地为了帮你跟宋芸麦 当然了 谢老板 你一直很热心肠地帮助我们 那你真的是很傻 那你真的是很傻 你没有看透 才是说 爱情 莫懂你 放醒了 爱情 还是说你其实没那么傻 你只是在装傻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真的不明白 你真的感觉不到我们对彼此的感受吗 你真的感觉不到我们对彼此的感受吗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你的逃避什么 你的逃避什么 佳音 我们的 我谢谢你打发慈悲 可把小剑留在我和苏林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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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欠你的钱 我欠你的钱 能不能不要提钱啊 舒和我跟你之间就只有钱吗 舒和我跟你之间就只有钱吗 啊 回头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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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走了 佳音 全是苏林她不知道怎么样的 我得不去告诉她 你可把小剑留在我和苏林身边了 我得让她安心啊 你是我们的贵人恩人 我每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 我不要你感激我 我只想求求你 我想让你知道我的感受 你知道我控制得多辛苦 你知道我有了多大的力气 才可以抑制住我对你的爱 我这样装的真的很辛苦 可是我不想再装了 我想告诉你 我爱你 佳音 是这样 你喜欢的人不是我 是致远 致远她已经死了 致远她已经死了 我爱的人就是你 我知道这样不对 舒和 我心里很痛苦 我不想做这么坏的人 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 我对不起素月 我对不起你的孩子 佳音 我怎么控制不住 佳音 我真的喜欢你 佳音 不要离开我 佳音 你不要再离开我 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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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音